报道 好我们再来看看呢 之前才有台大法律系的毕业生 他认为他领22k 这个薪水对他来讲是一个羞辱 不过今天没有想到 名嘴董志生是不是又失言了呢 因为他就在广播节目上面说 如果是台大法律系毕业的话 我只愿意给你一万九千块钱的月薪 连22k都领不到 因为你能来帮我什么呢 你什么都不懂 不过现在这番话也引发了学生抗议 台大法律毕业生月薪只有22k 凸显台湾社会薪资低落问题 但主持人董志生是这样解读 你台大法律系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 对不起我只给你一万九 想两万二门都没有 你来能够帮我什么 你什么都不懂 你来我这边是来来协议的 你是到我少林寺 到我武当山来协工夫的 我还要付钱给你 哪有这回事 台湾龙头大学生有多苦 忍不住投书报纸 有同学从南部北上念T大法律系 一路办公办读为了考国考 但毕业薪资只有22k 比母亲工资都还要低 吃饭成问题 还有私立大学同学 靠助学贷款还得打工赚生活费 白天上班晚上准备考试 毕业一年大病一场 舍不得看病 因为薪水也只有两万二 我是台大法律系高材生 两万二 22k太大的欺误了 那就报纸就登出来了 然后就说马上就要负责 那马上就要负什么责 如果是蔡英文当总统 蔡英文有办法负责吗 大学生起心低 有苦难言 政府没人负责 名嘴说得激动 想必台湾毕业生们 听了更心痛 你台大法律系 到我的历史事务所来 对不起我只给你一万九 想两万二 门都没有 三天希望报道 订阅好 台北报道 好